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春天播种 夏天生长 秋天收获 冬天收藏 我们春天播下的两种 它会慢慢地长大 一直长成参天大树 接着义飞又非常动情地说 孩子们 你们就是春天呢 如果我们春天不播种 那么明天我们靠什么来收获 拿什么来贡献给社会呢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这里 我的眼眶有些湿润了 男老师唱那个诗词的时候 说那个调 又像金句 又像昆曲 那是昆曲了 又非常的优美 你听上去 既不像金句 也不像昆曲 大约借回这个职 就是一边唱情歌 一边来谈古琴 可能也是一边可能说着古诗 一边唱着古诗 可能这种意境更加地容易入心入脑 是 是 是 还有他们说的这个带韵律的 因为人之初信本善 弟子归 圣人信 守孝帝 刺锦信 这都是带韵律的 这小孩第一能记 第二呢 能够开发他们的智力 容易押韵 容易牢记 朗朗上口 还有的更说 这个音律古人在编这些课文的时候 按照人的脉搏和心脏的跳动的音律来 就有古典 有节奏的 是 那小孩也容易接受 所以来到我这里 首先报我这里中文的 就是人手一个小地图 这小地图呢 是我自己绘的 中国地图 中国地图 你教他们拼音的时候 把中国地图的分布搞清楚 而且你把地理歌也分成一种歌 让孩子们来朗诵 同时呢 孩子们一起朗朗读书的时候 你又敲着你的古典 所以符合你刚才讲的这些入门的原理了 这个地理歌和朝代歌 第一个是时间概念 第二是空间概念 都是自己编的吗 自己编的 你比如说 认字先认旁 然后是成串带儿郎 我教字 一交一大串 而且呢 给讲这个造字的时候 你要讲的功夫大一点 最后呢 自己发挥 比如水 转字水 它就是水流的形状 就是象形的 对 践形造字 那么呢 它又要变形水 三点水 它为了满足需要 因为呢 在人的现实中呢 不是光是水吧 现实生活 它有许许多多的和水有关的 比如果汁的汁啊 那么我给他们写出几个带水的 你看 你看水 水 一个水 一个少 水少见沙 和三点水加个渴 是用渴那个音 这就是形生字 那么底下 谁能给我再写出水旁 你要找出一个规律 凡是木字旁都和植物有关 草字头跟植物有关 凡是锡 很有意思 中国字 中国字是有存自意的 那从字根去延伸 拓展到其他一些字的产生 目的是什么 增加它的实字量 实字量够了以后 增加它的阅读能力 增加它的理解能力 透阔它的知识视野 知识不能狭窄 不能光把这个眼光 留在我们这个一个小岛上 你要知识 知道中国 知道黄河 为什么叫母亲河 为什么叫玄河 这些这就是基础教育 第一年注重基础教育 汉语拼音啊 电话不手啊 十字量啊 在这上面下功夫 地理歌啊 历史歌啊 就叫做这个时空概念 搞清楚 到了第二年 就融入了德的教育 字里行间 你怎么样做人呢 怎么叫古代的忠啊 比如忠 我讲最典型的岳飞 民族英雄岳飞 这是一种 为什么岳飞 敬忠报告 这么多年被我们民族推崇了 对国家的忠 对人民的忠 那还有一种忠的体现呢 那就是孔子 年轻的时候 他随随便便当一个很小的职业 他都会把这个 这份工做得非常非常好 这就叫忠 这就叫正业 你做什么像什么 现在说的 有些老板很不愿意请年轻人 没有责任心 我想的从小 这个德的方面教育呢 可能是一个空白 怎么样才是一个 有道德的人 表现着你 每一件事上 进攻 这个 进心进舍 这是一个人的基本道德讲话 你比如我讲那个 信用的信 这边是一个人人 侧面的一个人 这边是一个语言的言 当你人和语言 一样齐的时候 不夸大也不缩小 你这人才有信用 国家的国 那么一个国家 以前的要有城墙围住 那个兵阁的阁代表军队 那么一个口代表人口 下面代表土地 所以中国的字 从中国的汉字里面 就已经给小朋友 很大的教育意义了 我听到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 有位朋友有急事要找易飞 于是来到了教室门口 听到他正在里面 给学生们上课 声音很大 于是他就在门口等一会儿 结果一等呢 就等了一个多小时 里面似乎 还是没有要下课的样子 于是这位朋友急了 推开大门 他反而吓了一大跳 因为里面只有一个学生 他大惑不解 易飞却跟他解释说 我面对的不是他一个人 而是他的一生 杨太 你好 你好 我知道这三位小朋友 都是这家学校学习的 是的 为什么会送他们来这里呢 其实首先 我们看到易老师的字 我觉得他写的字很漂亮 再跟你谈谈 觉得他很有教学的原则 跟现在学校的有些分别 而且真的想教好他们 不只是考试 所以我们就送我们小朋友过来 因为其实成绩是暂时的 我觉得 如果他们中国文学是好的话 其实将来很多东西 他自己会懂的 但是现在可能 令到他们可能考试很厉害 但是他对他没有了兴趣 对文字 对中国文化没有兴趣 将来他自己不会学的 三个现在齐齐都为你学 对 还有可能三个小朋友的变化 他们喜欢写母不子 喜欢隆重诞诗 对 还有可能对什么家庭 都会影响很大的 就是他不会觉得不想听 或者不想写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邓先生您好 听说您是来自加拿大 在中国也生活了好多年了 对 我最早是81年到中国去了 我当时在中国大了三年 然后我去美国读书几年 那么八九年到现在 一直在香港工作和生活 嗯哼 我知道你平时的工作是律师 对 但今天也是作为学生的家长 来接受我的采访 对 因为两个孩子都在这儿 学习中文 是 学习书法对吗 对 他们都多大了 我的儿子12岁 嗯哼 我的女儿8岁 他们一般的 一般上学的情况 是他们上国际学校 嗯 他们的国际学校 也有也有中文 但是我们觉得 如果他们能 能补一补他们的中文 最好 而且这个学校 我觉得是 是特别好的 因为 一老师是 他的这个教学的方法 很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 嗯哼 所以水平比较高的 他的普通话也是很标准的 嗯哼 是一个比较传统式的 中国的教育 以书法为基础 学中国字 以文英文为基础 学中国文学 所以我觉得 而且我自己也很愿意听 两个孩子 他们在这方面 有没有什么些 让你看到的一些 进步和表现 有 但是在那个短短的五个月之内 我觉得特别 我的女儿 她的这个书法 进步得很快 用在发展一个 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有用的东西 那么我的儿子 也喜欢看这些课文 那么他的基础比较好 那么经过这个学校 他可以有更好的基础 而且更好的兴趣 对中国的兴趣 我是长大了以后 才开始学普通话和中国文化 二十几岁才开始 但是对我来说 也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所以他们就 就比我小多了 开始 那必然会 也会 也会 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那么有多大的影响 只是 他们后来会自己选择 但是如果他们 没有这个基础 那后来他们就 没有这个选择的机会 今天非常感谢 伊菲老师 在百忙之中 接受我们的采访 与之前所不同的是 我们今天所谈的话题 不是学术 也不是文化 更谈不上什么艺术 但是我们今天谈论的 却是一个颇为沉重的话题 我们衷心希望整个社会 可以更加多一点 关心教育 关心我们的孩子 并且给像伊菲老师 这样的教育工作者 多一点信心 并且多一点时间 再多一点空间 因为伟大的事业 来自于坚定的理念 时间将会证明 将毕生经历 投入到理想的人 一定会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 王明清将会专访 中国著名油画家 胡振宇先生 他坦然面对人生的 淒风苦雨 亦坦然面对天赐的梁基 他超然走上中国美术教育的 至高宝座 十年后 又毅然拿起画笔 他不跟风 不盲从 荣辱不惊 在艺术人生的路上 他既有气吞山河的气概 也有屈闻耳眼的风道 让我们祈祷着 他堪苛 但又辉煌的人生故事 千万别错过 哇哇